雪都会用得着的家常菜 这期粮液饭视频和朋友们分享八宝饭 首先给朋友们介绍我做八宝饭所需要的一些食材 这些是泡了一夜的糯米、红豆、还有芸豆 洗干净的一些干果 还有提前泡水的红枣 这个是豆沙、红糖 糯米和红豆先放进滇番宝中 加入红糖拌匀 放入正常煮饭的水量给它煮熟 红枣尽量选择一种大一点的 像这样去掉枣盒 然后一个一个的包起来 包好了之后用手捏紧 再用保鲜膜给它扎好 然后切成厚片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很漂亮的枣花 在碗中刷一层油 这样一会做好的八宝饭会更容易脱膜 然后按照自己的喜好 把干果、红豆、还有枣花摆进去 这个时候糯米也煮好了 搅一搅在铺在上面 先铺上一层 然后轻轻的给它压紧 接着再铺上一层豆沙或者是枣泥 最后再用糯米给它封口就可以了 蒸锅冷水放入八宝饭 盖上盖 用大火蒸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时间到接盖 倒扣在碟子上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八宝饭就做好了 上面还可以再淋上糖浆或者是桂花蜜 不过我觉得已经够甜了 就没有淋了 好了喜欢的朋友在连夜饭的餐桌上 给家人诺一下吧 我想吃 我想吃 好 谢谢观看